Hello,繼續跟大家說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的中國程義傑 當時看到毛澤東其實身體很虛弱,也80多歲 但是這次短暫的會面被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紀錄 若干年後他還回憶,當時已經83歲高齡的毛澤東 無論是精神和體力都非常虛弱,以不像中國新聞媒體描述的神采奕奕那種樣子 但是他看到仍然是領導過長征,堅持抗日游擊戰,打敗國民黨軍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巨人 這個他一直在他的回憶錄也好,他久不久都會說回來 因為不是這麼多人,現代的領導人能夠跟毛澤東有個直接的交往 好了,李光耀第一次訪談之後,沒多久接觸到民眾受限 但是這個也稀釋了李光耀對中國政治的憂慮 回國就放寬了公民去中國的限制,尤其是60歲以上可以訪華的旅遊觀光 他的用意當時是這麼說的,讓新加坡的華人運到中國去中國體體,會更加延害新加坡 雖然有很多限制,但是他都放60歲以上的人去自己體體 現在中國的變化,因為那時候有一個叫做文化大革命之後的時刻 好了,這一節是講鄧小平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 這個之前,中國在極左時間一直稱新加坡為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 當鄧小平吃驚,地看到新加坡 城外的,這個新加坡的成就之後 他承認對方實行的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方針是對的 當談到中國對外,這個方針的時間 李剛耀說,中國必須停止革命輸出 當時鄧小平就停了一停 然後突然就問,你認為我應該怎麼做呢 這個反而令到李剛耀非常吃驚的 他大膽就這樣說,要停止馬共和印度來西亞共產 在華南地區的電台廣播,停止對游擊隊的支持 李剛耀後來在回憶說,我從未見過一位共產黨的領袖 在現實會面的時間,願意放下自己的見解 甚至還問我應該怎麼做 這次新加坡之旅,鄧小平已經人謙虛 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 並認為要改正兩個錯誤 一個是政府保守自閉,主張要對外開放,引進外資 第二個是接受建議,不再搞革命輸出 大大改善了中國對外的關係 李剛耀和鄧小平都認為自己是一個實務主義者 現代化,首先是最重要的目標 全力追求GDP,將新加坡和中國 從第三世界的國家變成了一流的世界的先進局 李剛耀在回憶這次會面的時間還說 鄧小平是我見過的領導人當中 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 儘管他只有五呎高 卻是人中之劫,雖然年屆74歲 但面對不愉快現實的時間 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兩年之後,中國和馬來西亞和泰國兩個共產黨 分別做出了其他安排 果然終止了電台廣播 這個呢,又要說回 當時呢,鄧小平來到新加坡接受訪問的時間 李剛耀是去到機場 在停機坪等鄧小平 有一張相片 是直接在他們的背影 在飛機面前 落機那裡握手 表達了深切的 高興去來訪,鄧小平來訪 這個情況 也都見證了新加坡和中國 越來越密切的外交關係和經濟關係 這個部分 所以新加坡和中國 其實和亞洲所有的 或者世界所有的領導人 他們都不明白的 就真真正正有一個深厚的友誼 雖然 最後尾 李剛耀是反對共產的 但是他和中國的關係 依然保持一個非常深厚的友誼 還有 大家都會支持大家的兩個不同的亞洲國家 好了,下一次回來 再講另外一個領導人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不羈到點讚訂閱